音量解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汉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开点铃铛 非常感谢你们 好的 我们这款E店员的骄傲 那開場的話有一個唱歌動畫啦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那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版權 所以我就不播放 這邊有一個OP播放 OP回放 那帳號部分我是下載酒油版本 直接用酒油帳號就可以玩了 那其他版本的話可能要用QQ之類的吧 我就不清楚了 那想玩的話我會把好油快爆啦 酒油啦 我不知道TopTop有沒有 這幾個地方可以下載來到的地方 我就提供連結在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好 那測試時間 看起來到3月25號啦 那今天是3月19號 遊戲是18號開始測試 好 那就來吧 好這款喔 這款我知道 那個伊甸園的驕傲 我之前有玩過 嗯 陸服的版本 日服的版本 我看到這個 這顆 點證圖介面我就知道了 可能是什麼 prod 什麼伊甸園的 用英文的吧 所以我的頻道應該有這款遊戲 我來收一下 我大概什麼時候玩的 我來收一下 收個驕傲怎麼樣 驕傲 好 是 我用英 他當時是那個 遊戲名稱是英文啦 我來看一下我什麼時候玩的啊 喔 去年6月晚的 那已經快一年了耶 喔 我當時玩先行版吧 那應該是日文了吧 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喔 不好意思 請大家稍微 等一下起來 對啊 是日文版本 好來吧 因為日文版本在那個QOO找得到 QOO比較喜歡放一些二次元的 然後是日文遊戲或是韓文遊戲 韓國遊戲 手遊的部分啊 我可以稍微打聲一點 我可以稍微打聲一點 欸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掛掉了 發生什麼事 哎呀 我重開一下好了啊 真是的 好 我重開了 那再試一次看看 好 再試試看 剛剛也是在這邊嘛 講的話講到一半 然後就給我掛掉了 好啦是女神 然後我們要轉世了 好我們救了貓咪 然後就掛掉了 大概是這樣吧 哇 日服是去年9月 那現在是3月 過了9個月了 因為很多日服遊戲 有時候 他們很果斷啊 如果營運不散 馬上就 就收起來了 就不做了 好 總之我們救了火場的貓咪 然後 轉世了 到異世界了吧 那遊戲是獸娘啦 好不好 獸娘 那Live2D還蠻生動的 我當時玩的時候 覺得 Live2D 蠻優秀的 很優秀 然後也有語音 日本語音 日文的語音 那戰鬥系統得貨 我有點忘記了 來看一下 第一波 好 第一回合 然後自動戰鬥 自動戰鬥 有怒氣值 反正這隻有點像貓咪啊 好使用奧義 怒氣100% 然後可以釋放奧義 奧義的話有動畫 好那這邊是回顧隱藏自動 那這個咧 這個是變成 2D立繪 然後這個是Live2D 看你們喜歡哪一種 我覺得Live2D比較好吧 至少比較靈活靈動這樣 嘴巴有在動啊 然後眼睛啊 耳朵啊這邊 還有一些動作表情 那我們應該是Red吧 Red 反正我們就是叫Red就對了 Red 名嘴Red 對的 好我們來擠一隻蟹 這邊應該是跳過吧我在想 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劇情 那目前這款遊戲我覺得啦我覺得 在陸服測試嗎 那感覺這樣的遊戲 台服應該會有代理商來代理啊 首先是二次元美少女 然後獸兒娘 然後Live2D 這我們配音都有 然後這隻我忘記它是什麼動物了 好那沒關係我們就先跳劇情 因為語音你可以慢慢聽嘛 那我們就趕快戰鬥一下 然後看一下戰鬥系統 然後再回守衛看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玩法 哇這個是獅子喔 豪豬 獅子竟然拿弓箭 這個應該是補血吧 他應該要叫我們補血吧是不是 好奧義 是嗎 就不是欸是拿箭的 好奧義把他們給秒殺啦 劇情部分我先跳過囉 想玩的人就 看下載連結吧 我就下載來玩 好那這邊是看板娘 看板娘他怎麼用2D了啊 待會應該改一下 我覺得應該可以改啦 你看這邊又改了 他這個 比較 蘿莉一點欸 這個形象比較蘿莉一點 哇這個形象就比較大隻一點 比較成熟一點 好持續冒險 繼續冒險 那先來招募一下吧 這個是玉姐吧 胸部 波桃洶湧 弄成一個卡包 弄成一本書 去年6月晚了 其實我已經忘了差不多 你們應該找得到吧 如果搜尋的話應該還是搜尋到那個影片 只是那個影片應該是日文的吧 日文的部分就沒那麼厲害 就稍微聽一聽他們說什麼 你看馬上變live的電 那個形象怎麼比較可愛一點啊 比較小隻一點 好 那他這邊有個蓋藥 你跳過的話還是有蓋藥 我們會成為這個 Pride的團長吧 團長 好 所以1-3是劇情 Story 那這邊應該是戰鬥吧 有掉落的展示 手通或這個 那扣體力 扣6個體力 然後推薦戰鬥力 和我的戰鬥力在這邊 好那應該可以佈陣吧 佈陣 真的可以佈陣欸 放後面好了 抓起來還蠻可愛的欸 抓起來好可愛 這是一些小細節啦 玩遊戲的小細節 應該是說做遊戲的一些小細節 Monster Monster 怪物 那這邊有一速二速 三速 然後這邊是設定 我們來看一下設定 高增率 滑過完 全部改高畫質 其實我覺得畫質已經很好了欸 想不到還可再改 齁 好像有更清楚一點 那三倍速太快了 三倍速太快了 先改一倍好了 我覺得三倍速實在太快了 有點 有點過了 過頭了 你在玩一款遊戲之前 你一開始可以先慢慢體驗享受 反正這種東西一次性之後 可能都可以掃蕩了啦 你要掃蕩材料的時候 他就用掃蕩的 我們這隻怒氣快滿了欸 嘿 怒氣 好像魔法師欸 哇 死掉了 好吧 死掉了 從公會委託開始 好升級 從零級開始升 真奇怪 那感覺自由了 沒錯自由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介面啊 什麼的好不好 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我好像還沒取ID 是不是 齁那這個真的很棒欸 風景可以換 看你喜歡哪一種 背景 背景 然後 可以展示他的圖示 這種好像是例會而已欸 可以換一下 可以靜態的也可以動態 看你喜歡哪一種 然後全屏查看 然後可以拉 然後可以再旋轉 看你是手機還是哪一種的 往這邊可以旋轉 那這個是什麼 有一些裝扮是不是 好 嗯 我還沒有取ID吧 這是我9個帳號 要點到 在這邊 我們先收看看有沒有什麼福利啊 10點抽是不是 神聖契約書 應該是吧 10點抽 好福利10點抽 然後這個是公告 他為什麼要抱歉 要補償鑽石招木券乘3 卡死問題喔 哇 真的假的 我等一下抽抽會卡死喔 我剛剛在一開始劇情進來的時候 我不是也卡死了嗎 喔對我取了ID 我有取ID 他問我是誰嗎 我跟那個神明說 然後這是一些活動 整個就相當日式二次元 日式風格 整個畫風很明亮 然後也沒有什麼太多課金的那種 介面 什麼VIP啊 手錄啊 那些 都沒有出現在在右上角 還可以 還可以 那這個設定裡面可以看到所有的設定吧 都可以再看到 終止設置退出登錄編輯名片 無稱號 未接入公會哈摩 可以改ID嗎 應該可以改啊 然後這是我玩家ID 因為是以玩家ID為主啦 然後設置裡面還可以在 我剛剛已經改畫質了嘛 全部都調高 好 那這邊應該還是活動 簽到是不是 15天簽到 累積兩天可以領這個 然後高點屋 高點屋 高點屋應該是補體力的 每天可能會有一定的時間可以來領 通常是早中晚嘛 中午下午 然後晚上這樣 那這個好像有四格 現在是沒有看到時間啦 可以用這個來 來買體力就對了 體力在右上角 好 我在右上角 我現在是 六六分之一百二啦 六六是分母嘛 那鑽石部分分有償跟無償 有償就是你要儲值 那這種就是送的 成員的話目前有三個嘛 那哇 全部都是美少女 全部都瘦喔 美少女 這一款美少女又 又又又更優秀了一點 LIVE又更優秀 去年 去年的去年的就有啦 到今年已經又過了九個月 有沒有人設啊 就是說看一下它是什麼 什麼什麼動物啊 沒看到 比如說身高啊 體重啊 然後幾公斤啊 三尾啊 喜愛什麼啊 什麼的 沒看到 我目前沒看到啦 好 那有攻擊 防禦輔助 三種類別 那 金色是三星 然後我們這種 藍卡是一星 那紫卡應該二星啦 沒錯 一二三星 嗯 不知道可不可以生星啦 通常可以生星啊 通常會做一個生星系統 我不知道這遊戲有沒有 有碎片嗎 有碎片的話可能會有生星系統 可能啦 好不確定 好 我們待會來時間抽一下 潛能沒有開 裝備沒有開 裝備沒有開 冒險 這時候主線任務嘛 劇情任務 我現在玩到一隻我 還沒過 那目前沒有看到那個 放置掛機的部分 可能沒有吧 可能沒有 不知道它的放置是另外做了一個頁面 有的有的會分開主線 歸主線 然後放置冒險歸放置冒險 那這款不知道 那這邊感覺 對啊 經濟場啊 然後 英雄冒險 這是什麼 天之塔 趴塔的 大概率是經濟場打玩家的組合 那這個是 天之塔就爬爬爬爬爬 可能是NPC啊 那英雄冒險我就不知道 拆不出來 好冒險的部分 商店的話就儲值了 因為遊戲是陸服版本 所以是人民幣 那有通行證還有月卡 還有一些禮包 好招募實聯抽 來吧 因為他說 這邊有寫嘛 新人招募 實聯必出SSR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卡值是新人招募 必得SSR 普通招募 那這個 必得SSR應該先抽這個吧 可是這個 是有長的 是有長的 所以他這邊有分嘛 新人招募實聯抽必出SSR 奇怪 那為什麼這個必定獲得SSR是這個啊 好啦新人招募嘛 來看一下吧 這一隻是 感覺是 看不出來耶 SSR什麼職業啊 這是他的生優是不是 這個好像是神優啊 那天才聽過 那天才聽過 但是不能先聽一下 可惡 想先聽一下他講話 這個形象是白金 可能是實裝啦 一開始不是這個實裝 是不是 而且白金獲得啊 這個我好像也聽過耶 這個是念打 主打 採納 好啦 詳情機率在這邊 就這三隻SSR 然後 看一下幾% 看不出來耶 反正必定獲得嘛 SS的時候必定獲得其中一隻 這邊20這邊80啊 那怎麼那麼奇怪啊 2080不就100%了嗎 那那那那那 好好好神奇喔 好啦來吧 講那麼多 湊我就知道了啦 到底有沒有 金色就是啦 好紫色就不是了 紫色應該是SR吧 伊藤進 愛麗西亞 呃有 這個是白金吧 喔這是黃金耶 然後這是黑鐵 然後這是金太利回 2D利回而已 這個我們剛拿到 重複了 喔倔強猶豫 大家應該都聽過吧 好得到了那個 SSR 是不是 哇 哇哇哇 喔身材好好喔 再一個月夜 好 這是念小嗎 不知道 反正就 拿到了 白銀的 這是白銀的喔 我現在是這種吧 我不知道 待會再看看 這是白金 那我現在應該是白銀吧 伊弗林 喔這邊有伊弗林喔 重裝戰機伊弗林 不器用 不器用是沒有用吧 喔人不夠機靈阿 不器用 不器用 啊跟隨我就對了 Sofia Sofia 我這邊有一個Sofia よろしく Toni daku これから これから よろしく 好又是他 Hina Fina 主打采納 主打采納 這遊戲的獸娘也太可愛了吧 好紫色的和那個金色的會有動畫啊 是不是 出力案 小心水雅美 這個也是滿有名的聲優 年紀比較大一點 以前看那個十二國際 十二國際 好像就他吧 十二國際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十二國際的女主角好像就是他配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要查一下要查一下 錢穿兩指蟹拉 還有一個女僕 好 就抽到啦 這些角色 兩隻SR 然後一隻SSR 然後其他就R R角也很可愛啊 看來這款遊戲很有潛力啊 非常很有潛力啊 台服應該有廠商 有代理商 會想要代理這種遊戲 不過又是小萌科技吧 小萌科技才剛代理完那個 模型少女 模型美少女而已 4月要出 好啦我先玩到這邊好不好 這邊就不玩了啦 抽完卡片 然後演示一下 然後就戰鬥 然後補陣 那成員的話可以再來欣賞一下 不能設為主業 因為沒有解鎖 我現在是什麼都沒有 白銀白金才可以換 那你可以在這邊查看一下全品 好 那Live2D很棒 很棒的一款美少女二次元 瘦爾娘吧 最後一點點瘦爾娘啊 最近常看到那個馬娘的那個 賽馬娘的那個 新聞 但是我都沒去玩 OK那就先這樣吧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囉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見